今天带大家去制作一样 我们重庆江津的传统小吃 芝麻杆 方言讲的话就是麻汤杆 作为九年后 我觉得这个芝麻杆 它伴食了我们整个童年 所以我们现在去询味小时候的味道 Let's go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步的话是制作麻汤杆 最有趣的一个步骤 这一步叫做拉条 你别看这么轻轻松松的 它一定要掌握这个密度 一定要拉得均匀一点 你的天天的流不转 风花雪月 刚刚那个拉条那个 不是一分两分钟就来学会的 你看我这个 刚刚是我拉的 拉得不均匀的话 要马上回到锅 要让它就是重新融化 然后再重新拉条 就摔过来吧 对 这一步可以 这一步完成得非常的好 三怪嘛 一 二 发黄的相片 古老的星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事业 就像我们没缤纷的数捷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事 可是终究是一笔热烟 流水的带走光影的故事 别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车上当而住 怎么为了青春 对 请后门住出 请是关门 这个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步骤 就是装包 我正在装 有着旧日宽热的梦 最后尝一下我亲自做的 那个麻汤点 有着依然的笑 嗯 亲自这个是你没有 香甜酥脆啊 香甜酥脆 而且怕它不脸一样 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你Qué cetera我 Gerade 我们下车上面 L Kobe